好 现在油店商长 老店家还hold得住吗 以来呢 这个非常知名的肉羹店 跟这个鱼碗米粉店 面对呢 店费算算 这个多花一万元 这样的庞大压力啊 老板一口同声都说 先撑着再说吧 不敢呢 马上就长 热腾腾香喷喷的肉羹 一碗碗端上桌 小小的店里头 位置坐满满 客人就是为了吃到这一碗 散发蒜头香气的美味肉羹 开了近50年的老店 几乎天天爆满 没有气派的装潢 也没有冷气 就是坚持传统的简单 一来人就算到了外地 回来都要来上一碗 散发蒜头里面 就放了有竹笋 红萝卜 但最主要就是蒜头 用简单的食材 做出料好实在的美味肉羹 一碗才卖45元 但是物价涨得凶 光是每个月的基本电费 就要三万元 最后电费预计涨三成 等于是要多支出 一万元的成本 但是老板还是没打算涨价 电双涨的部分 对我们当然会有影响 只是说 基本上我们现在 在所采取的一个策略是我们自己吸收 人民都已经很苦了 怕客人不买账 就算辛苦还是咬牙苦撑 但不止他们 另外一间也是宜兰的知名老店 专卖鱼丸米粉 一开也是将近50年 轻盈透白的米粉 和满满十多颗的鱼丸 首创搭配油豆腐 鲜甜好滋味 50年来没有变过 我就跟他们吃好好吃 每年都来 现做的手工鱼丸 真材实料 不过油店涨 牵动原物料也涨 老板感到无奈 因为三年前 也是挡不住一波涨价潮 一碗米粉从40元涨到45元 这回油店双涨 成本起码多两成 不过老板也是先撑过再说 该做的还是要做 该放的东西还是都要放下去 总不能说脱工钱要下去做吧 要自行吸收成本 用薄利多销 来抵挡油店双涨的压力 捕撑住 再怎么样都要将这代代传承的 简单好味道保留下去 了